我很喜欢在这边煮一味 叫做蓝菜四季豆的村菜 因为它简单易煮 通常都不会煮坏的 我发觉煮东西反而难煮一点 因为味道比较delicate 比较细緻一点 稍微落多少少都会影响味道 村菜或者就算是印度咖喱也是 那些味道浓反而比较少容易出叉醋 因为份量就有点上落 味道都不会差很远 那厨师教你煮这个蓝菜炒四季豆的时候 常常都强调一定要煮够时间才行 要不然就有毒素了 那究竟是什么毒素呢 那些豆是不是真的有毒呢 那今天就跟大家谈到 其实就不单止四季豆 很多的豆类都有一种毒素 叫做Nectin 那是一种蛋白质的东西 那这种东西呢 其实就最多就反而不是四季豆 最多就是那些蚕豆 就是红色那些 那因为它是一些蛋白质的东西 那大家如果学过一些中学化学就知道了 就是蛋白质就由一些氨基酸的分子组成的 那些氨基酸就一个个分子 就是连着一条链那一条链就接着 跟着连在一起就变了有个3D的结构 那就是说蛋白质就通常就有一个特定结构 它才可以产生它那个特定的作用 那所以这种毒素呢 它必须要维持它的结构 它才可以就变成有毒的意思了 如果你煮东西的时候呢 你煮的时间够了 那就是你煮的时间 温度够高的话呢 那温度高呢 就会令到那些分子的3D 那个立体的结构呢 就受到破坏了 它没有了那个结构呢 就是没有了这样的样子啊 没有了这样的形状呢 那就产生不了它那个 就是有毒的效果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一些的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蛋白质的物质呢 那它要产生那个 就是有毒的效果呢 因为它就有个倾向 就会黏在一些碳水化物 一些一些淀粉质的carbohydrate那样的 那就是说如果你煮豆的时候呢 豆里面有carbohydrate 你还没煮熟的时候呢 那些carbohydrate 也是一些很复杂的分子 很大构的那样的 那变成了它就黏不下去了 就是这种nectin毒素 那如果你煮熟了它之后呢 那或者煮到它的温度够高 时间够久的话 那些的淀粉质呢 就会分解成一些小些的分子 那这个nectin就可以黏了下去 黏了下去呢 它就失去那个有毒的作用 那就不会呢 就转移去我们身体里面的淀粉质 比如我们细胞上面 都有些淀粉质的结构的嘛 那如果你说你煮的那些豆又不熟 那它里面的淀粉质呢 就是全部那些大构的毒素 那些nectin就没办法黏下去的话呢 那变成它就黏了下去 我们腸的细胞上面那些 那些淀粉质那里呢 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 那讲来讲去 究竟它有多毒呢 那大家就放心 它又不是什么什么 就是长穿土烂啊 那些十步追魂啊 这些毒素来的 就是说它最常见呢 引起的问题就是说 会影响到比如说 呃啊呃啊呃啊 呃啊滞住啊 胃胀啊 吐肚痛啊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你说真的很严重啊 死人啊那些都 我想就甚少的 所以呢 你吃这些豆类的话呢 那就是你煮的时间够久啊 温度够高的话呢 其实就都比较少 或者真的有什么大问题的 又未必说要煮到烂了 煮时间足够呢 那就比较好一些 那又不用说过分担心的 其实都不单止是豆类的哦 很多的植物呢 都是有这样的倾向 那大家都听过 比如说 是薯仔出牙不要吃啦 那薯仔呢 又是有另外一种毒素的 那种毒素呢 它就出了牙 那些牙上高就最多 那所以有些人就叫你 薯仔出了牙呢 就不要吃啦 那又有这种毒素 那究其原因呢 那些植物发展出这样的 保护机制 就当那些植物在 譬如遇到那些恶劣的天气啊 或者有些的蟲咬它 那或者呢 有些的细菌啊 真菌啊 去感染它的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这些毒素来保护自己 近年呢 也都有人 就是出书啦 其实通常都是那些医生出书 那样就说呢 就说呢 就这种类似的 这种类似的 这种类似的毒素呢 就是会影响了多少病啊 又会引起什么啊 癌症啊 各样严重病啊 一定呢 要在食物里面呢 就是排除了这些成分 才可以了 就是有少少 好像当年呢 就是说那些 有这么多人 真正good intolerance啊 不过呢 就如果你有个医生 那通常呢 就就是 其实都是那几招数的啦 那有个医生 在这些名牌大学毕业 那就是哪方面的专家 那样呢 就就是出本这样的书 就说啊 你从来都没听过的 这个食物的秘密啊 那知道这件事呢 就可以开启了健康的药士啦 那样呢 那通常就是拍张照 穿着一件白袍啊 那样就拧连双手啊 最好呢 就要生一些很长的胡桑 如果是男人的话 那跟着呢 就说些很eye catching的phrase啊 那令到大家就觉得 如果有了这件事呢 如果那食物那里呢 就排除了这些 那就什么都有救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到了 那差不多那样的意思了 就是都有一些医生呢 就都出来出这些这样的书 就声称有这样的事情 不过我始终都是有些保留 就是你声称说现代社会 现在很多病都是因为这种 这种痘虑里面的毒素的话 其实就有些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以往的日子 比如说中世纪以来 一路以来就大部分的穷人 一般平民都是素食者来的 不是说真的想素食 而是没有机会吃肉 太穷了 即是说近代人们才吃多了肉 现在回来说因为人们吃些痘虑太多 所以引起各种病 似乎就比较难推卖到那些人 不过真的很难说 也许大家都喜欢听这些故事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很理性的动物 在疫情大家都知道 一些有真凭实据的东西 反而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一些没什么实据 但是很好听的故事 反而是人们喜欢相信的 刚才我说的Gluten Intolerance 什么病都是因为这件事引起 或者Covid那些 Ivermectin 一吃就什么都好了 大家喜欢听这些故事 因为人本身就是我们的祖先 活在一个很可怕的世界里面 天灾、人祸、水灾、动物的襲击、传染病 大家互害、互相残杀 为了一些人要好过的那些 有些人理论就说 天上面就有些天神 下雨的话就有雨神 如果有洪水的泥的话 我们就没命了 不过不要紧 这个神 我们只要把一些宝贵的东西 把你的子女犧牵给这个神 就可以避免洪水了 当然现在我们觉得很好笑 但是大家想清楚 这些类似的事情 现在今天都在发生 是否这样 当然很多事情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但是故事好听 我们的心又喜欢 相信它是真的话 谁在意? 我说一说 有离题万丈 总之大家明白了 斗里煮熟的话 基本上不用过分担心 多谢大家 记住留言 点赞 订阅 现在就按键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